监控视频显示 一辆货车行驶过程中失控 撞断道路中央护栏后 冲入对面车道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导致四人被困 其中一人被村民救出 其余三人分别被困两辆车的驾驶室 失救困的司机先行救出 送往医院治疗 随即消防人员钻进车头 被困另外一辆货车的司机也被救出 遗憾的是该司机不幸生 监控视频显示 一辆货车行驶过程中失控 撞断道路中央护栏后 冲入对面车道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导致四人被困 其中一人被村民救出 其余三人分别被困两辆车的驾驶室